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8年毕卡索完全导览系列讲座C面 我们刚才在下午的时间只提到了毕卡索到1906年 就是粉红色时期的作品 1906年毕卡索只有25岁 在这个时候他取得了整个在绘画界的最高的名誉 最高的名望 而同时他的画卖得非常好 他也有了很好的经济的条件 很多人说毕卡索非常的幸运 在25岁 我想一般的画家都可能还在奋斗很潦倒的状况 那毕卡索已经名利兼得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名跟利对一个创作者来讲 可能是最大的致命伤 我们看到很多的创作者在取得了名跟利之后 就不太敢再继续改变了 或者是说如果我的画 这样的形式的画卖得很好 我就希望买我的画的人 一直重复对我这个画的符号的认知 所以几乎风格就固定下来 有趣的是毕卡索后来一直活到92岁 我们假设如果他在25岁 他就必须重复他自己 他要重复多少年 其实从这个角度想 毕卡索的早年的成名 大概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 因为他必须从所有众人的掌声里面再一次出走 我想所有的创作者大概都有一个悲哀 那个悲哀是别人在歌颂他跟赞美他的时候 他自己必须出走 因为如果他一旦重复 他一旦单意跟眷恋在别人的赞美当中 他也就无创作可言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从1906年的 粉红色时期的部分作品看到 1907年毕卡索创立了一个巨大的立体派 这个立体派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一次绘画革命 最大的一次视觉革命 我相信现在大家到故宫去看比卡索的画 基本上可能会喜欢的 还是我们下午提到的蓝色粉红色时期 也就是他比较传统的这种画法的东西 因为到1907年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比卡索的人的脸开始歪起来了 然后脸开始被切割 变成破碎的东西 很多人不能忍受比卡索 为什么要把自己原来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整个打碎掉 其实我想我们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刚刚到欧洲读书的时候 也大惑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技巧这么好的比卡索 他要用这样的方法 使他自己的绘画里面的这个完美性的东西 整个破坏 我们看到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概念 美是我们向往追求 可是美一旦变成重复 它就会产生庸俗性的结果 美同时可以是庸俗的 我很喜欢老子讲的一句话 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是恶意 就是说大家都把那个美当美 每个人都模仿那个美 重复那个美 他说这样的美 其实已经是一个丑恶的一种形态 所以美有两个部分 有一种美是创造性的美 有一种美是一种庸俗性的 一种重复的美 所以我们看到比卡索在这个时候 宁可去把画面分割 去做肢解 去让大家不习惯 可是他不希望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眼睛 一直停留在一个 有甜味的糖的那种感觉上 好像红小孩一样 说我画得很漂亮 很甜 这张画很甜 他宁可让你看到苦的东西 有一点不舒服 有一点难过 有一点好奇 为什么要这样画 可是这是思考的开始 所以等一下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要进入到立体派 20世纪1907年的第一个大的重要的现代主义的画派 那我想这一次各位到故宫的现场 也会看到很多立体派 比卡索立体派时期的作品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用一种耐心去感觉 我们怎么样进入立体派的世界 我尝试这样形容 就是我觉得19世纪的人在镜子里看自己的时候 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自己 那我觉得比卡索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 是他用一个拳头 把这个镜子打碎掉了 他让我们的脸在破碎的镜子里面 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状况 这是一种技巧的分割 可是同时也在说明 20世纪的人的整个人性价值的瓦解跟崩溃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1900年弗洛伊德发展出心理学上的潜意识 他发现一个人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看到的我 我看到的你 都只是一个外观而已 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是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 而且甚至自己也不敢面对的 而那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镜子切割以后破碎的一张脸 那重新想要去拼接它 所以比卡索大概是第一个在20世纪 把过去人类看自己看得非常完美这件事情 把它瓦解掉的一个人 那我常常形容说 20世纪是一个镜子里破碎的凝视 那它有很大的贡献 它期待人类将要在未来的时间当中破镜重圆 怎么样在破碎的镜子里面 重新去慢慢拼接起自己一个新的造型出来 我想到目前为止 在现代主义的绘画里 都还没有人有能力把这个被皮卡索打碎的这个东西 完美的拼接起来 大家都在做这个努力 也许21世纪可以做到 可是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这个阶段将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看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人性 而这些支离破碎的人性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也可能是更真实的人性 我们看到20世纪西方展现出来的艺术家 不管在哲学里面的Foucault 莫迪格里安尼 不管到最近可能最被大家大众所了解的 像克林顿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看到人性的断裂 就是过去的一个角色是完整的 可是现在的角色是破碎的 而这样的破碎 其实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被皮卡索指证 已经指出来 因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一旦揭发出来之后 人不再是一个表象 人必须有内在的很多东西要呈现出来 所以我希望下面我们用幻灯片 大家可以继续看粉红色时期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难堪 我们刚刚提到说 在等一下进入到1906到1907 大概是皮卡索一生最关键的时刻 他可能因为自己卖画卖得很好 以及他在绘画上已经被定型 他就重复他的蓝色跟粉红色 他也可能作为一个创作者 不满足于他只是听别人掌声的人 而很孤独地去出走 其实他这次的出走 很多人不了解他 就是一个明明技巧很好 可以画出很美的画的人 为什么开始去处理这样的画面 我想那个孤独的时刻是没有人可以分担的 可是一个创作者必须自己知道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将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潮流的第一步的跨出去 我想对皮卡索是重要的 我觉得对1998年的台湾的民众也是重要的 就是这一步跨出去其实刚好就是20世纪 就只要这一步跨出去 他就从19世纪到了20世纪 因为一般人都认为1907年的立体派是 现代主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大的视觉革命 他跟一个人有关就是赛上 赛上在1906年去世死掉了 赛上在晚年做了很多对于切割的块面的研究 1906年他死掉以后 皮卡索受到很大的赛上的理论的影响 就是对于视觉的这种切割的革命的经验 所以皮卡索在1907年很快的就推出 完全能够继承赛上的精神的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出来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也变成我们今天对赛上命名的来源 他说赛上是我们20世纪所有画家的父亲 所以我们现在称赛上为现代绘画之父 这是皮卡索提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皮卡索1900年到巴黎 1901年罗特列克去世 他继承罗特列克对于边缘人的关心 1906年赛上去世 他继承了赛上的画面分割 视觉革命的东西发展出了立体派的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皮卡索 他其实跟他的当代的这些 整个创作之间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对话关系 下面我们用幻灯片麻烦把灯光按下来 我们用幻灯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下午两个小时我们只讲到他的25岁 那等一下我们会从25岁讲到他的92岁 那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跟他跟女性有关的 这种情欲上的问题的纠缠 是他一直在处理这样一个 他自己一直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一个难题 好 我们看两件 1906年他粉红色时期最后的作品 跟我们下午看的最后一张有关的 就是少年跟马这样的主题 是杂技团里面的少年 是一个刚刚长成身体刚刚发育完成的一个少年 迈向他自己未来的那个新精神的一种追寻 用了古典的技法 可是内在的精神很明显 皮卡索内在有一个要出走的少年 他是赤裸的 他是裸体的 他只是旷野里的一个人 他甚至不是文明里的人 他要走向他自己追求的那个生命的原值 那个生命的本质性的东西去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一类的形象里面 常常展现出一个非常阴之风发的那种 那种生命形态出来 没有任何的退缩 没有任何的羞怯 没有任何的惧怕 就是往前的 我觉得这个1906年这样的一个粉红色时期 结束时候的精神已经带动了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延续下来的一个新精神的探讨 好 我们第二件看的 还是同样用两个这个杂技团里面的少年的形象 身体的形象去追寻 其实这样的符号有点让我们追回到了希腊 希腊在他的雕刻里面 在两三千年前 一直在歌颂一个刚刚长成的身体 而那个身体是能够承担自己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的 那在我们的文化里 我们不太容易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太被观看过 不太能够去用手去触摸 去感觉你自己身体的重要 而那个东西跟一般世俗里面讲的性或者肉欲是无关的 它就是一个身体的高贵 作为一个肉身存在的那个高贵性的东西 那我想这个部分 比卡索有很多东西追到了希腊最原职的 对生命初始的那个青春的一种赞美形态 好 这件作品现在在故宫 各位可以看到1906年 它的粉红色还在延续 很明显地看到这种粉红色的调子成为画面最主要的色调 然后用了很粗犷的一些笔触 现在欢腾片里不太容易看出来 各位到原作里可以仔细地辨认它的油画的笔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这张画 你忽然觉得有一点奇怪 大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张脸有点像一张面具 他把一张人的脸 这是他的自画像 他画自己 我们前面已经看了皮卡索画了好几次的自己 可是这一次的自己好像有一点简化 眉毛 眼睛 然后我们看到最主要是那个脸型 整个变成一个椭圆的像一个面具一样的形式 然后再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更不能忍受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脖子 好像一个圆柱 一个圆柱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脖子跟身体衔接的部分 这边的锁骨 锁骨变成一条线 然后这个脖子跟锁骨的关系变成一个三角形 这边也变成一个三角形 再往下看 会觉得更奇怪的是 手背跟身体之间变成两条直线 如果只是两条直线 这个身体就变成一个平面的板子一样的感觉 可是各位下午明明看过 比卡索的素描技巧好的不得了 记不记得他17岁画自画像的时候 那根线是有很多变化的 为什么现在线变得这么单纯 这么简单 你甚至要说他怎么不会画画了 甚至开始有这样的怀疑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比卡索这个时候对于西方的学院的绘画技巧 发生了非常大的质疑 画画是不是一定要这样画 刚才他17岁那个画画的方法画得非常好 可是那是从文艺复兴米格朗基罗以来 一直没有被改变的一种方法 那他这个时候 他跟他的爱人费尔南到很多地方去旅行 看到伊比利半岛的原始的木雕的面具 他看到了非洲的雕刻 他发现那些原始的民族 没有学院 没有美术系 没有什么美术的理论 可是他们可以做出一个人的五官跟脸 有非常强烈的人的表情 所以那个东西感动了他 他开始收藏很多的非洲雕刻 他开始研究赛尚讲的所谓的简化的规则 赛尚认为人世间所有复杂的造型 都可以归纳成三角形圆方这种几何形 他认为几何形是最基本的元素 所以赛尚的理论影响到了比卡索 比卡索开始把这一套理论 直接的运用到他自己观察物相的这个感觉上 所以这个字画像是一个革命的开始 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这张画 这次到台湾来展览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重要的关键 因为经过了这张字画像之后 我们看到比卡索的立体派慢慢开始形成 然后下面的东西开始变形了 依照这样的规则开始变形 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身体 我们非常明显看到 她对于整个身体的简化过程 比如这个手背 各位记不记得刚才我们下午看过 她十三岁画过一个石膏像的手背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好得不得了 是这张6月内就一张